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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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完成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 Ray Ma 到底手機套手機貼 還是索性摩跑最好 我想很多想保護機器 但又很注重手機手感和設計 整天都想過 所以今天我們來探討一下 首先,如果買套的話選擇就多 有薄到好像Z5 Premium 戴了等如沒有戴的套 又有戴了之後 手機厚了很多保護套 貼的選擇也有很多 除了我今天用D Brand Carbon Fiber 之外 都有順顏色磨砂、紋皮等等質感 話說上次英文版 有很多人問貼和套 可以哪裡買到和找到 其實在影片 description 位置有連結 大家可以看看 看看今天主角先 D Brand 的貼 之前在外國很多頻道都見過 D Brand 的介紹 今次我真的要自己上手試試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質感是怎樣 以及是否容易貼 拍片 我跟回D Brand 官方的教學 先清潔了機器 然後拔一小部分的貼紙 貼到機器上 質感來說 因為我很久以前都用過淘寶貼 這塊貼是硬很多 以及質感是完全不同的 好很多 但談談嫌疑貼的話 如果跟我一樣 歪了半厘米都要重新貼 再貼的人來說 三個字至半小時是最少的 可能不止 所以有很大的耐心才可以貼到 貼合後 用風筒加熱貼 這個步驟是必須的 以及非常有用 尤其是你的機器有弧度的話 吹熱後是貼貼伏伏 終於大功告成 差不多 最後要用眼鏡布在B 圓的位置 用力按摩幾下 便會貼伏很多 基本上我不太感覺到 貼會刮手 所以是非常好的手感 好 終於貼完可以正式留言 最大感覺就是貼完 部機沒有厚度 沒有重度 形狀一樣 拿上手的感覺差不多 之後就感覺到 有3D 的質感 因為這次用 Carbon Fiber 就是 Carbon Fiber 的質感 看看大家選擇哪一種貼 尤其是現在不同廠商都越來越重視設計 所以如果帶膠套的話 基本上沒有了原本的設計 邊框又粗了 部機又厚了 和重了 貼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很明顯貼只是防花 而且貼了一個位置才有保護 不是全包 所以如果預料會掉機 或者心知自己沒有耐性去貼快貼的話 套都一定有它的支持者 尤其是Nexus 6P 就是一個比較厚 也有Style 的套 Z5 Premium 就是 0.35mm 超薄套 我明顯超薄套 也沒有保護作用 所以大家喜歡裸跑、貼貼、戴機套 還是兩人都做齊 都可以 今天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按LIKE 以及不要忘記訂閱訂閱的頻道 有更多不同類型資訊和影片 今天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見 謝謝 大家